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 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欧盟此前的计划将在下一代欧盟计划 Next Generation, EU,地平线欧洲等欧盟预算中 已承诺的300亿元的公共投资的基础上 到2030年再增加超过150亿元的额外公共和私人投资 使得总体的投资将达到430亿欧元 其中,110亿欧元将用于加强现有的研究、开发和创新 以确保部署先进的半导体工具 以及用于原型设计、测试的试验生产线等 根据欧盟的预测,晶片需求预计将在2022年至2030年间翻一番 据估计,到2030年,半导体产业的价值 约为1兆美元 但是目前,欧洲在全球半导体制造市场的份额仅为10% 欧盟汽车、IT和电讯行业的大部分晶片 都是在欧洲以外制造的 这给欧洲的爱立信和诺基亚等公司带来了挑战 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 在4月下旬通过了一项临时协议 就涉及431欧元补贴的欧洲晶片法案 The EU Chips Act的最终版本搭成了一致 预计该法案将为欧洲发展工业制造基地创造条件 目标是到2030年 欧盟在全球半导体制造市场的份额从10%提升至至少20% 并大幅提升当地的晶片制造工艺 建立欧盟的半导体供应链 避免汽车等重要行业的晶片短缺 并与美国和亚洲同行竞争 这次刚刚确定的欧洲晶片法案 为加强欧盟的半导体行业建立了一个框架 总目标是支援整个欧盟的大规模技术能力建设和创新 以开发和部署尖端和下一代半导体和量子技术 从而加强联盟的先进设计 系统集成和晶片生产能力 以及为实现数位化和绿色转型做出贡献 根据最新的欧洲晶片法案草案及修正案内容显示 欧洲晶片法案将确保欧盟加强其半导体生态系统 提高其韧性 并确保供应和减少外部依赖 例如 加强欧洲在更小 更快的晶片方面的研究和技术领先地位 建设和加强自身在先进晶片设计 制造和封装方面的创新能力 并将其转化为商业产品 制定适当的框架 到2030年大幅提高产能 在全球半导体产能中的份额提高到20% 解决严重的技能短缺问题 吸引新人才并支持熟练劳动力的出现 深入了解全球半导体供应链 欧洲晶片法案这次还计划 通过建立一个可在欧盟范围内使用的创新虚拟平台 建立集成半导体技术的大规模创新设计能力 该平台将由新的创新设计设施和扩展的库和电子设计自动化工具组成 集成大量现有和新技术 包括集成光子学 量子和人工智慧神经形态等新兴技术 该倡议将支持生产、测试及实验设施的试验线 弥合先进半导体技术从实验室到晶圆场的差距 其中重点领域包括试验线 用于以开放合格访问的方式 对IP模块、虚拟原型、新设计和新型集成液构系统的效能 进行实验、测试和验证 包括通过流程设计工具包 另外,通过整合研究和创新活动 为未来技术节点的开发做准备 加强下一代晶片生产技术的技术能力 建立半导体技术上的新鲜导管线 如低至10至7纳米的FDS 先进的GAA技术和2纳米级以下的前沿节点 以及用于3D易购系统集成和高级封装的先导线 试点项目将整合最新的研究和创新活动 集齐成果 该计划将包括一个专用的设计基础设施 例如由模拟用于设计晶片上 电路和系统的设计工具的制造过程的设计模型组成 将建立这一设计基础设施和用户友好的 试点线路虚拟化 使其能够通过设计平台在整个欧洲直接访问 这种联系将使设计界能够在技术选项商业化之前 对其进行测试和验证 它将确保新的晶片和系统设计 充分利用新技术的潜力并提供前沿创新 这些试验线将共同推动欧洲在半导体制造技术方面的 智慧财产、技能和创新 并将加强和扩大欧洲在先进半导体技术模块 如曝光和晶圆技术的新制造设备和材料方面的地位 此外还将组织与行业的密切合作和协作 通过使用新的或现有的试验线来支援大规模创新 以对集成关键功能的新设计概念进行实验、测试和验证 例如先进封装、3D一构集成技术 以及用于电力电子的新型材料和架构 促进可持续能源和电行动性、降低能耗、安全性 更高水平的运算效能或集成突破性技术 如神经形态和嵌入式人工智慧、AI晶片、集成光子学、石墨烯 量子技术和其他寄予2D材料的技术 这种强大的扩展泛欧洲试验线基础设施 与设计、支持基础设施密切相关 是扩大欧洲知识、能力和能力的基础 以缩小从公共资助的研究到商业资助的制造的创新差距 并在本世纪末增加欧洲的需求和制造业 在欧盟及欧洲晶片法案的推动下 英特尔、英飞灵、异法半导体和格罗芳德等晶片生产商 已经承诺在德国和法国建设数十亿欧元的设施 并将根据新的法规寻求补贴 最新的消息显示 台积电也正在考虑在德国投资建设28奈米晶圆厂 但目前尚未最终决定 不过在上游原材料及建设成本的上涨之下 叠加半导体市场复苏的不及预期 目前众多的晶圆制造商都开始缩减资本支出及放缓扩产 例如 英特尔330亿欧元在德国马德堡建造两个新晶圆厂的计划遭到了搁置 虽然欧盟承诺提供65亿美元的补贴 但是由于成本的上升 英特尔还在寻求寻求德国政府额外补助40亿至50亿欧元 显然 如果英特尔投资330亿欧元 就能拿走超过100亿欧元的补贴 欧盟希望依靠430亿欧元的投资 在2030年实现20%晶片制造份额的目标是远远不够的 此前 温智浦半导体执行长就警告称 欧盟为晶片法案分配的资金远远不足以 实现其为2030年设定的目标 他认为 欧洲晶片制造商需要大约5000亿欧元的投资 才能达到提议的20%的市场份额 而不是提出的430亿欧元 CLEPA 欧洲汽车供应商协会 政府事务高级政策经理此前也表示 要是欧洲晶片产量占全球晶片产量20%的目标 欧洲半导体产业实际上需要2400亿至600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总额 因此 政策需要积极在调动对于私人投资吸引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虽然一位欧盟官员表示 自去年宣布其晶片补贴计划以来 欧盟已经吸引了超过1000亿欧元的公共和私人投资 但这远远不够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名技术专家也表示 欧盟可能难以缩小与竞争对手的差距 与美国一样 欧盟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 有多少支援该行业的供应链可以转移到欧盟 成本是多少 不过 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一名专员 还是在欧洲这次达成协议后的声明中表示 这将使欧洲能够重新平衡和保护自身的晶片供应链 减少欧盟对亚洲的集体依赖 随后在推特上 其还进一步表示 在降低地缘风险的背景下 欧洲正在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通过掌握最先进的半导体 欧盟将成为未来市场的工业强者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